可是现在心里想想他觉得不太对劲 就是很像是有一个人的右脚 盖住他的左脚 就是见鬼的那种照片嘛 对对对 类似 就是觉得这整件事情都很奇怪 对 听到这边就觉得事有蹊跷了 好 OK 晚上欢迎回到《易色的答案》以及《故弄玄虚》 我是DK 我是迪嫂 今天又来带... 我刚刚有喝一些啤酒 不用跟别人说 不用报告这件事情 今天又来到了 蛮多人喜欢的这个单元 最受欢迎的单元 有到最受欢迎就对了 那这次呢 又被我们挖掘到一个非常棒的鬼故事 就是有起承转合 是 那它是有关于什么样的 是打工领异 我跟你讲 很多年轻人都有打工的经验 对 除非你含金汤汁出身 不然不太可能没有打过工嘛 对不对 你说我姓 的话我可能就不用打工对不对 什么姓 你这个不是政治话题吗 不好意思吧 你这样不可以吧 剪掉 没事没事 不是什么姓 就是姓... 姓郭 姓郭 可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请滴嫂来帮我们描述整个发生的经过 首先先感谢本次干爹i-card的赞助 这组人体工学腰垫还有椅垫 是由物理治疗师 康复治疗师 产品设计师 联手设计打造 腰垫有两个圆形突起物 可以分散体压和止压机能 减少对脊椎压力 让身体靠上去 就能维持挺胸的姿势 椅垫的部分则是有独特的设计 能完整包覆骨盆和大腿骨 并且分散屁股的压力 而且还可以帮助改善翘脚的坏习惯 重点是在11月24-11月30日期间呢 点选资讯栏上面的网址 购买整组腰垫和椅垫 输入我们专属的优惠码 dk100 就可以再折100元 记得dk是大写喔 这是一个叫Peggy的女生 那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她大学的时候 就是已经好几年前了 那Peggy是南部人 她在北部念书 那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 所以她必须自己赚生活费 还有学贷 所以她刻余的时间都去打工 她打过很多工 像素食店啊 超商啊 餐厅 发传单啊 等等都有 反正她很喜欢打工 只要赚钱她都很有兴趣 那其实她自己对衣服搭配是有兴趣的 因为女生嘛 就是喜欢传达 可是因为她没什么钱 所以她多半都是从网路看一看啊 杂志看看而已 她住在学校的附近 那附近商店很多 有餐厅啊 也有服饰店 有一次她晚上要去打工的时候 她就经过 诶 就看到一间服饰店在真人 她就走进去 她就直接问说 诶老板娘你这边在真人吗 因为这边离家近 然后又是她有兴趣的服饰店 她就马上推荐自己说 我自己很有打工经验 你一定要用我 因为我很认真等等 反正就大推自己这样 那这个老板娘呢 大约是40岁辣妈 身材很好 穿得这样很有型 然后又有两个小孩 10岁跟8岁的小孩这样 就在店里面 她想说 这如果来这边上班一定很棒 结果佩奇就跟老板娘说 呃你愿意用我吗 那老板娘说 嗯好吧 我看你这么有热情 你下班一一可以来上班吗 可以啊 因为我最近工作也才刚结束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都不用写履历表就直接上班 有啦 她当然是有带那种 就是比较简易的履历表在身上 然后就顺便给老板娘 反正她们预约定好说 下礼拜一就来上班 好到了下礼拜一 佩奇下课之后呢 就直接到服饰店找老板娘 那两个小孩也在服饰店喔 然后佩奇本身很喜欢小孩 所以就跟小孩聊 在玩啊聊天 第一天很快就结束了 她回家之后就想说 哦这份工作也太满意了吧 就是又是喜欢的环境 然后又是自己的兴趣 然后又离家近 她就打电话跟她好朋友花花说 哎我找到这份好工作耶 你咧 两个就在聊天这样 那花花就说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反正佩奇就说 你有空借来捧场喔 好那上班一个礼拜之后呢 刚好遇到台风 因为那时候是台风季节 老板娘就不在店里 她发现风雨很大 她就打电话给佩奇说 哎你先把店打烊 一来是为了你的安全 二来是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没什么生意了 你就赶快整理整理 那有些东西就要把它搬到地下室 因为一楼店面太小 没办法放那么多东西 那之前到地下室的时候 因为都有伴娘一起 她都没有特别感觉 她也不知道开关在哪边 可是这次杀一个人 她自己下去 她完全不知道开关在哪 那手机也放在楼上 她懒得去哪 她就这样动摸西摸动摸西摸 那她就左手就摸摸摸摸摸 沿着墙就摸 摸到一个冰冰软软的东西 她就以为是开关就按下去 诶?怎么没有动静 好 那右手就在沿着墙摸摸摸摸摸 诶?有个东西按下去 噢!灯亮了 找到开关了这样 可是那灯泡 非常知晓 就很像那个神桌上面那种 红黄灯泡 你知道那种吗? 对啊,这很奇怪 因为一个工作的地方 你应该是用16瓦那种白灯 你有指电16瓦是不是? 对啊 哈哈哈哈 那是我愿没什么 你说我吗? 不是啦,就是比较亮啦 而且工作的地方一定要用最亮的 对啊 你工作或是看书的地方 尽量就是灯光要比较亮 可是那个灯泡太暗了 可能是用很久 然后老板娘也没有去换 所以就是变成很昏暗 她就想说 她隔天一定要跟老板娘讲这件事情 一定要换灯泡 好,反正那天她就整理完 就打烊就回家了 因为台风嘛 那回到家她就突然想到说 我刚才在找开关的时候 我左手在摸墙的时候 不是有摸到一个冰卵的东西吗? 那个是什么? 当下她因为干的打烊 她就忘记去确认 可是现在心里想想 她觉得不太对劲 就是冰卵的触感是吗? 冰卵喔 怪怪的 你说冰的话可能就是墙嘛 那卵是什么? 可是你在讲鬼故事对吧? 可是鬼故事通常不会有触感 哦,你说多半都是视觉是吗? 对对对 通常都是那种透明的视觉啊 还是什么的 这也是我选中这个故事的原因啊 有些特别地方就对了 对,因为很可怕 是,然后呢? 好,那隔两天 就是台风过去了 要去开店了 她想说她要跟那个 老板娘讲灯泡事情 刚好是假日嘛 那老板娘就说 欸,我今天不能去上班喔 今天开店、雇电跟打烊 都要你自己 因为我要带小孩出门 Peggy这时候就赶快跟她讲说 欸,老板娘可以换灯泡吗? 因为那个地下室实在太暗了 我昨天还找不到开关 她说好啊,没关系 你就自己去买那个LED的灯泡 好,上班之后 你再来跟我请钱,没关系 好,那天她就 买完灯泡了,然后就开店 那天她想说 她没有带手机 她这次要带手机下去 然后这样照 然后照到开关 然后按下去这样 好,一切都很顺利 她就换完灯泡了 可是她想到 对,左手那个冰软的东西在哪边 她就去往左边看 嗯? 左边就只有 呃,一个放衣服的大柜子 因为是仓库嘛 一定是柜子 再来就是两个model 就是肉色的model 然后再来就是全身镜 就这样而已 所以她在想说 冰的东西 是镜子 还是墙壁 还是柜子 都有可能 可是软这件事情 就不能解释 对,model的话 它不可能会是软的嘛 除非它是真人model 对,它一定是塑料嘛 对不对 那镜子有可能是冰 但它也不可能是软 不过很多鬼故事的这个元素 都是model跟镜子 对不对 对 尤其是那个model 因为model有用人形的状态嘛 那那种恐怖古理论 那镜子就是可能会反射到某种东西这样子 对,人家说是阴阳交界嘛 有些说法 好,那他在那边想一下说 啊,应该是摸到柜子啦 因为是冰的嘛 他就这样告诉自己 好,刚好楼上有客人的声音 他就上楼了 就没多想 过几天老板娘就跟佩吉一起顾店 那因为店内有在做网拍 刚好有一个网友就问说 某件衣服的全身穿搭照 请伯娘去拍 他伯娘没有空 他说,佩吉你下去去拍 衣服在地下室 好,佩吉就到地下室翻衣服 想说也没有model 那我就自己穿嘛 我自己穿 然后再自己拍 因为下面有全身镜 他就马上拍 拍完之后就传给客人 好,那天下班之后呢 佩吉就觉得 我全身酸痛 很像是发烧的感觉 发烧前都会酸痛嘛 他不是很舒服 而且还发烧了两天 就马上打电话跟老板娘说 我先请假 等到我烧退我再去上班 好,他在家就看完医生 就觉得 好累哦 就滑手机看看 他就发现那天拍全身照的照片 就放大来看 本来是想要看自己穿的怎么样 就一放大 欸,不对呢 为什么我的两只脚都是左脚 两只脚都是左脚啊 对,你懂意思吗 就是我这样子拍 照镜子的话 左脚跟右脚 应该是很明显的 不一样的方向嘛 是是是 可是他拍的是 两只脚都是左脚 这是不合常理的 对 就是很像是有一个人的右脚 盖住他的左脚 重叠的感觉 可是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啊 就是见鬼的那种照片嘛 对对,类似 重点是这个网友 他有没有传这样的照片过来 就是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没有 可是我等一下会讲到原因 对 对,反正这照片之后就是 没有了,对 他当下就想说 这个是镜子照 可是什么反射也不可能会是 两只都是左脚 怎么讲都不合理 他就觉得很怪 好,反正他感冒头又有点晕 他想说不至于看错 好,我过几天再去问老板娘好了这样 好,等到他上班之后 就问 那老板娘就说 啊,角度问题啦 因为你那天又是拍镜子啊 一定是角度问题 叫他不要多想 然后佩哥就不信哦 他就自己再到地下室 再拍一张一模一样的角度的照片 诶,就没问题啊 为什么那天拍就有事 Black Monster 男士保湿晚霜 这罐将爽肤水 精华乳液多合一的晚霜 保湿营阳补给 美白多种功能合并 一贯满足懒人需求 来自韩国保养功能 All in one 因为我们很少在念广告词 所以我觉得 口播稿啦 对,口播稿 就是我们做Pakest以来 第一次接到工商啦 我们这几天也是有试用 我有帮你擦啊 对对对 对,就是它真的是很保湿 而且它不会黏哦 它擦完之后就马上吸收了 好,从那一天开始 Peggy只要上班 她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也在想之前 开灯摸到那个 冰软的东西的事情 就一并拿出来想 就是觉得这整件事情都很奇怪 Peggy有一次就觉得说 不对劲,我要问我的朋友花花 那就给花花看那张照片 花花就说 欸,你这不对啊 这照片看起来 就是上面很像有一个人的脚啊 这不是只有你的脚耶 所以就是连第三者都觉得乖乖的 对 就只有老板娘说没有问题 老板娘就说你多想了 因为他希望员工留下来嘛 如果你害怕你的事就会离职了 对嘛 所以花花就说 欸,你确定你还要在那边工作吗 我觉得这照片看起来很邪门这样 听到这边就觉得事有蹊跷了 对,好 那Peggy就想说 我也只是打工 应该没那么严重啦 我就不要再去多想 好,过了一个多月 老板娘就说 Peggy最近生意变差了 我们也没什么赚钱 我要把店收了 然后我要就是搬家了这样 他觉得很可惜 可是也想说 我可以帮老板娘上到最后一天 就是关门的那一天这样 算是有情有意啦 对,要帮忙到最后一天 就代表说 他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嘛 好,那结束营业的两天前 就刚好在整理 他到地下室去整理衣服的时候 他就把音乐打开 他听的是流行音乐 你知道流行音乐吗?唱一首 东东我笑一笑 我是男主汉 这不是流行音乐 反正他就是边听音乐边整理 做做做 做到一半的时候 他听到一声 叹气声啊 这是叹气声还是呼吸声 其实就是很难分辨 就是在他耳边 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 很像是手机放出来的 也很像是这个空间的声音 他没有办法分辨 不是在耳边那么清楚的 这有点太可怕 他在放音乐就对了 放音乐边做工作的时候 就听到这样 有可能是那个音乐的问题 对他当下也想说 好应该是流行音乐 可是流行音乐 应该也不会有弹气声 很怪 好他不管他就继续做 不是不到五分钟 又来一声 他更清楚 更确认是一个弹气声 而且同时 有一阵冷风 很奇怪 地下是不会有冷风的 没错 因为他没有窗户 他也没有开电风扇 所以他当那阵冷风吹过来的时候 他马上毛骨悚然鸡皮疙 二话不说就冲上一楼 然后老板就说 你干嘛 你脸色这么苍白 然后那两个小孩就这样 盯着佩琪看 然后佩琪就想说 小孩是不是看得到鬼 他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 就很担心 可是没有讲话 对 因为很多鬼故事的元素 就是说小孩子看得到这样 对 可是那小孩就是一直看着他而已 可是没有说话 然后佩琪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整理完就赶快回家好了 好到最后一天 结束营业 这件事情就随着店关闭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了 结束了 所以到最后 佩琪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办法知道啊 她也不敢问老板娘说 是不是这种是凶宅 还是说这个女的她认识 因为她讲不出口 她觉得这件事情 她自己吸收就好 是 所以她就是打了 一个多月的工就结束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谜 那你刚刚说的照片呢 就是因为 她觉得那张照片实在太可怕 她有一次就是回到家里 去跟家人讲 然后她爸就带她去庙说 我觉得你好像看起来气色不好 收个金之类的嘛 因为长辈都觉得收金 会让她心神比较安宁 然后那个庙公就说 你这照片删掉 不要再留了 你就删掉就对了 所以她就删了 我觉得很可惜 如果能够放在这边的话 我就觉得 她运气不好 你还叫人家放在那边 然后留到现在 搞不好她运气更差 所以这个故事就随着她 工作结束就删这样 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 灵异照片 就是大腿的重点 对 怪怪的 第二个就是说 有个叹气声 很明显的叹气声 就这两点 还有第三个啊 冰软的东西啊 对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通常鬼故事 不会有这样的触感 我有说过吗 刚刚说过 有 你重 OK 你重复了 我重复 所以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可怕 我想说要拿出来跟大家说 对 她蛮隐隐约约的可怕 而且又找不到真相 她也没有去问 她只是想说 多问好像也不太有礼貌 有 我觉得她有尝试有要问 可是老板娘没有要讲 对吧 也许 要么就是老板娘不知道 要么就是事有蹊跷了 对 对 所以这个鬼故事就是这样 这是打工遇到的 那欢迎继续投稿给我们 就是你有什么很灵异的经验吗 或是你亲戚朋友遇到什么样的鬼故事呢 都欢迎你投稿给我们 在资讯栏上面有我们的连结 都可以连结过去哦 好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干店 实际上我现在就是在做 iCard的这个椅垫跟腰垫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 就真的不错 我这个工作就是一直要剪片 等于是你长时间做 那你知道 做久了以后 我的腰跟颈都没办法 我是真的觉得很舒服 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善 有对方是真心推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是DK 我是一嫂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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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